有一个天津老乡在天津市医院的医生来到北美长时间在政府部门工作 是关于健康的卫生的政府部门工作 有一次聚会他说北美的医疗设备是世界最先进的 比欧洲的医疗设备还要先进 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 看见的事情也不一样 我想这位老乡说的是他看见的应该是实情 我最近在天津看病医生的素质 医院的医疗设备都是非常棒的 非常贴心的 我作为患者来说感觉非常好 医生并没有给我做多余的医疗检查和给我开我不需要的药 医生讲话简洁体贴病人的痛苦 从眼睛里就能看见医生对患者求生的愿望的理解 和尽心竭力解决病人的具体问题 尽管医生语音语调有时柔和耐心 有时严厉加重语气 但是我深深体会到医生在禁本分城时的履行着治病救人的原则 我看的是呼吸道科 接触了两个医生 一位男医生一位女医生 男医生是主任 当天他是在普通门诊为患者看病 两位医生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刻在我的心里 看病时间很短 他们都抓住了给我看病的要点 让我豁然开朗 当然我很快也回到了北美 在我的家庭医生诊所看病 家庭医生根据我的肺部情况建议我用一种吸的药 不是喷是吸的药 我以为是喷 其实是吸气时把药吸进喉咙 因为我没有经验 我猜想是强力喷射很浓的刺激味道的药 结果是很清淡的味道 我没有感觉到 我以为这个吸入气坏了 我连续吸了五次 后来听家人告诉我 过量用药很危险 我以前认为咳嗽也要用最好最有效的消炎药 我的家庭医生检查我的肺部 家庭医生认为嗓子的问题用一点吸的药就行 果然是这样 在天津在北美 我感到医生给我看病真是妙手回春 在其中含有浓浓的救命之恩 快点� 感谢观看